这日本的小矮马竟然烫得是锡纸烫 一直好奇日本的牧场里有什么好玩的 今天我们就去看一看 大家看这群小矮马的发型也太帅了吧 尤其吃皮 哎呀我这踩到拔了吗 大家看这写的迷你猪 然后我现在一看 这叫迷你猪吗 这是啥羊呀 这小绵羊好可爱呀 妈呀这小山羊混乱太凶残了 牧场里竟然还有一个猛禽馆 就这 还以为日本人排队在干什么 原来这牧场里还可以租狗去散步 人气的柴犬都要排队好几个小时 咱们只能选一只业务太繁忙的了 牧场的人竟然给他取名叫大灰狼 租着大灰狼15分钟要60块 哎呀这还没走两步呢他就 这东西还必须要你自己处理掉 打包带回去 日本这牧场门票一个人100块 但是你要是能掉下来捷鲤的话 门票全免 结果租这鱼具一个小时60块 才钓上来两条小鲤鱼 哇这牧场里的这扭蛋厉害了60块一次 说是拘两下工拍两下手可以中大奖 打开一看是一个铺口罩 这也太坑了吧 这农场啊太聪明了 让别人花钱给他们干活 将有推荐指数 呃 小女生我听听你的声音 呃 好